大廳明亮寬敞 擺脫醫院冰冷形象 新竹市馬屆兒童醫院耗資三十億打造 在二零二二年落成之前 有新竹在地人悲傷透露竹竹苗的孩子 夜間沒有資格生病 現在只能看著一幕 還年來不及長大的孫女 黃姓阿嬤的孫女丸子六歲時 發燒又遇上廉價 當時新竹缺乏醫療資源 丸子就在轉院途中不幸離世 儘管後期協調各大醫院 夜間急診排班 但要就醫還得先順一次口訣 馬接日醫 南門二三 臺大四五六 但一著急起來真的很難背得出來 當時市府以BOT方式對外招傷 不過醫院預定地面積僅有零點七三公頃 因此按照都更程序調高到百分之四百五十 以容納更多門診科別 同時提供二十四小時兒科專科醫師 總病床數四百床以上 造福竹竹苗三十萬名兒童 不用千里條條就醫 當時以社會為受益對象的兒童醫院 卻被與財團私人利益相提並論 新竹市民恐怕難以接受 三天新聞 張浩逸 張俊瑋 新竹報導 如果您好 的話 我愛你